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和傅晓宁一起做生意了 程真真 你等着 我要资金有资金 要人脉有人脉 要头脑有头脑 乱自食其力啊 我怎么可能输给你呢 乐小姐 我没太明白啊 我什么时候说要给你比了呀 你刚才说 你要和傅晓宁一起合伙做生意 对啊 我出钱她出技术 我们一起炒房子 我刚刚还打电话 问了一些董行的朋友 他们说了上海郊区的房子 还是价值挖地 现在入市还不算晚 这是你一个人的想法 还是她也已经同意了 当然商量过了 这主意还傅晓宁出的呢 我不同意 你把你东西拿走 我们不要 她干吗呀 她冲我发什么火呀 不好意思啊 孟小姐 且善 那就会儿 你个人不不看到 铐露啊 你没有用 还真的想让你俩晓宁出的 我现在知道 我还要做什么 我还想没有 我甚至记得 那还能处得 那还能地我 还能够着 推出了一系列的房价调控政策 实在是对这个房地产一手市场 非常不利 所以董事会集体决定暂缓投资 先观望一下 等待形势明朗 可是董事长 咱们公司的这个地产开发项目 我前期准备得差不多了 所有的融资合作方 甚至包括景先生这样的顶尖设计师 也都加盟了 现在停止是不是有点太可惜了 而且 明明啊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你前期呢 为了这个项目 付出了太多的努力 但是你要明白 这个房地产开发 它就好像是一艘巨轮 它一旦起航了以后 不太好撂头 再说我们跟合作方 也只是一个意向 还没有摆上定义 我们也可以说服那些合作方 加入大爱城的项目 至于景先生 你的工作内容不并 大爱城是公寓租赁项目 所以我们期待你能够设计出 更好的 更加完美的方案来 我尊重公司 和董事会的决定 彭城 以后这个项目 就看你的了 好 彭城还年轻 他还差得远呢 以后还要靠你们这些叔叔伯伯 多帮助 多关心 那个 董事长说得对 我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学习的 如果彭城能把我们爱与家 带向更美好的未来 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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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董啊 你别再夸他了 你再那么一夸就把他捧上天了 他还年轻 还有很多不足 希望你们这些叔叔伯伯 以后多帮衬啊 董事长 接下来你还有什么 要跟叔叔伯伯汇报的 各位叔叔 关于大爱城这个项目 我还有一点要讲 我觉得这个项目 应该推出一个项目代言人 他就代表着在这个城市中 千千万万努力奋斗的年轻人 这个代言人不需要请明星 我觉得在我们爱与家 就有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 他就是花园店的一个职工 程珍珍 我的搭档 也是这个项目的发起人 和亲历者 他为这个项目付出了 很多很多的努力 他这个人呢 诚实 善良 勤奋 努力 就是在这个城市中 千千万万奋斗的年轻人的缩影 而且我觉得 他的形象和气质 也非常符合这个项目 如果他成为这个项目的代言人 我相信 这个项目一定会更有亲和力 对于目标客户 也会更有认同感 对于目标客户 就没有认同感 就没有认同感 对于目标客户 就没有认同感 对于目标客户 这个姑娘我知道 陈珍珍 确实非常符合 这个项目的代言人要求 对不起 董事长 感谢您对珍珍认可 但是他不能当这个代言人 为什么 因为陈珍珍女士 是我的未婚妻 她很快就会辞职的 我们要去准备我们结婚的 相关事宜 所以请您更换一个代言人的人选 陈珍珍什么时候说辞职了 这是她的意思还是你的意思 她为什么从来没跟我说过呢 董事长 她最近会提交辞职报告的 彭茶 你先坐下 锦先生 没想到陈珍珍 是你的未婚妻啊 是 我想起来了 当初请先生同意到我们爱于家来 就是因为陈珍珍去意大利说动的 好了 这个代言人的事啊 本来就不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会议议题里面 先放下再说 既然我们把要决定的事 都已经定下来了 我看啊 代言人这个事 我们下次再说吧 来 那边啊 那边啊 开了一上午的会 大家都累了 你去安排一下午餐 我们董事会要在一块儿 一起吃个饭 再好好聊聊 喝了 董事长 解 你代替陈珍珍辞职 拯救他同意了吗 如果你只是为了满足你自己的要求 我却你停止这样的行为 你觉得这样会让珍珍幸福吗 我当然是为了让他幸福 盛幻诚 你如果喜欢玩感情的游戏没关系 因为那是你自己的自由 但如果你拉着陈珍珍陪你一块儿玩的话 对不起 我绝对不会同意的 还有 如果你真的是为了珍珍好 他现在有了一段属于他自己的感情 你就应该像一个男人一样去祝福他 而不是每天去骚扰他 让他心烦意乱 我这么说你能听懂吗 如果你真的想让珍珍幸福 你应该站在他的脚上 给我想想 请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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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珍 你等一下 喜珍 十十天 既然说你要辞职 你什么意思啊 我现在没空跟你说这些 骆卓和喜善吵架了 我正在追喜善呢 你帮我打电话给傅小宁 让他马上打电话给喜善 然后去找他 知道吗 什么 喂 喂 我先挂了啊 拜拜 谁起来了 喂 小宁 你们俩藏得够深的呀 什么时候的事啊 不是 你来干吗 不是 我这么掩毒的人 我怎么一点没看出来啊 你掩毒 彼得尚夫小宁说谎的本事吗 我和他从大学就开始谈恋爱 八年了 我还不是差点被他给骗了 傅小宁 你让我隐藏咱俩的关系 不就是怕那些女客人知道了 你有女朋友了 他们就不搭理你了 你就是怕影响 你在他们心中的形象是吗 傅小宁 你让我隐藏关系 你把我当备胎吗 跟他解释一万遍了 怎么了 我冤枉你了是吗 你跟骆总 一起合作炒房这么大的事 商量都不跟我商量 说都不说一句 有一天 你们去领证了 也打算瞒着我是吗 不是 你能不能说话 别带刺啊 我跟骆总炒房怎么了 我不是也想咱俩能赚点钱吗 他有资金 我有本事 我们俩怎么就不能一块赚钱了 资金 说白了不就是帮打款吗 不是 你能不能不要偷换概念 不能 好了 好了 别伤心了 你怎么能跟骆总玩 骆总喜欢你 你跟我有什么关系 咱先不说这事 先不说这事 就先说你炒房这事 你炒房这事就很危险 知道吗 我知道它有那么一点危险 但是我看上海周边这房价 我看了好多年了 我是眼看着它从一千块钱 涨到现在两万块钱 两万块钱 而且上海到周边的交通 现在是越来越方便 那房价跟着 蹭蹭蹭往上涨了 政府还有利好消息 我现在不跟着炒房 我以后等到好多年马月去 兄弟 我告诉你 上海交线的房价 现在已经超出了 当地居民水平的购买能力了 房价都是让外地人 给炒起来的 泡沫很大 而且国家现在 一直在出相关的政策 如果有一天 房价理性回归 首先就是从这些 抗风险能力最低的交线开始 明白吗 我能骗你吗 你来干吗 真的 我知道你是想早点 给喜山一个家 但是真的 这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 晓宁 你就听她一句劝吧 真的 而且你炒房子的钱 是从洛小姐那儿拿 洛小姐也算是 我们花园店的客人 这万一亏钱了 谁来负这个责任 我知道 你是急着赚钱 让喜山过好日子 但是你也得考虑一下 喜山的感受吧 你看她现在这样子 你做这些事不是 本末倒置了吗 你听见没有啊 听见了 我跟你说啊 你是个男人 什么事情得多担当一点 我吵架 吵架有什么用啊 陈阳能解决问题吗 不想 你听我说啊 我告诉你啊 我可开了一上午会 我连我自己正事没忙呢 我过来先忙你的事 我够意思了吧 你能不能好好的 能不能 能 你忙去吧 主动点啊 行 那个 那我们俩就先走了 好好地 走 我找你有事了 那你俩好好的啊 我好好的 我好好的 我来你们 simplified 我来你的 我来那个 你还不是 这个 我来吧 你回来 你说我来 你 我来 我来 来 不是 你这么着急 拉我走干什么呀 你没看见他俩还没话喝吗 我问你 今天景然当着所有董事的面 要替你辞职 这事你知道吗 景然要替我辞职 不是 我说你们俩到底什么情况 好 我不管今天景然说什么 我现在就想知道 你现在到底是怎么想的 是啊 景然是跟我提过要辞职的事 白阿姨也有跟我说过 希望我以后相夫教子 做一个全职太太 可是我真的没想好 结婚对于我来说 还是很遥远的事 更别提什么 什么相夫教子 是啊 我是很爱景然 但是我真的没想好这个事 我觉得爱不是失去死亡 而是互相支持 互相包容 让对方做自己想做的事 看着对方越来越开心 越来越好 所以现在我也不知道 我应该怎么做 就算要辞职 也应该是等我自己 想好了我自己去辞职 竟然不能代表我的决定 我再去跟景然商量商量吧 我再去跟景然商量商量吧 说实话啊 其实我 真的没想到 你跟景然这么快 就打算结婚了 但是我理解 如果你们俩真人要结婚的话 很多事 就不是一个人能说了算的了 但是珍珍 我还是想说说我自己的看法 大海城这个项目 是通过我们俩的努力 一点一点地让它从无到有的 你也答应过我 要陪着我一起把这个项目做完 要让这个城市中更多的年轻人 拥有属于自己的家 所以 所以我不想让你离开爱与家 更不想让你离开大海城 还有 还有 今天在董事会上 董事长已经同意 正式成立大海城这个项目 并且 我推荐了你做大海城这个项目的 形象代言人 我 我做形象代言人 没错 不过 在我心里 你就代表着这个城市中千千万万奋斗的年轻人 所以 大海城这个项目在我心里 是我们俩共同的一个梦想 那当然了 你跟景然的事 还是得你们自己做决定 是去是留 你自己选择 你想好了 记得告我一下 我先走了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都不是 这个你去哪 要是你去哪 抬我 来 那个 要是你去哪 请稍微 请稍微 我回头给你解释 请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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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作快点 动作快点 那边 还那边 你这边也是 文件千万别搞差了 还请稍微 快去训试 他忘记了 快去那边那边那边 动作快点啊 陈总监 你们这是干什么 沐总 您来了 这 有个事 还希望您多多体谅 这邵公子的项目不是通过了吗 然后他就要来总部上班了 那我就得尽快给他 安排一间合适的办公室 可是现有的房间我看下来 不是小 就是太小 所以我就只能在这 眼下有的资源礼物 调配一下 争取一次性把事办好 这 我给您找了一间 特别好的新办公室 采光好 还宽敞 我这一大早啊 就亲自给您打扫干净了 比这边舒服 要不 我带您下去看看 不必了 你们记得吧 我遵征公司所有的决定 董事长 您不用客气 不用送我了 您留步吧 珍珍的事就麻烦你了 过去 谢谢 来来来 动作快点啊 轻拿轻放 原样恢复啊 董事长 怎么了这是 是 董事长 我想着呢 给邵总监腾一间合适的办公室 邵总监 谁爱你那么干的 跟我来 陈总监 你在搞什么命当 跟换木特柱的办公室 你经过我允许了吗 你经过我允许了吗 你想干吗 拍马批 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我错了 董事长 我这就去把沐总的办公室 给他换回来 我 我会跟他好好解释的 您放心 对 沐特柱这儿 你自己跟他解释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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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通知财务部 行 亲爱的 亲爱的 那个芯芯 我觉得咱们是不是 应该组织一次聚会 好好庆祝一下啊 我就知道 只要小邵一出马 这个项目肯定能做成 真的 以后小邵 就要到总部去工作了 没准咱们 还能够占他点光呢 是不是 谁说我要去总部工作啊 我在花言店 正常能做大野城的项目 我告诉你啊 别借着我总的名誉蹭饭吃 我绍风城这辈子 生是花言店的人 死呢 我也是花言店的故事 珍珍 刚才公司的HR给我打电话 说景先生替你向董事长 递交的辞职信 让我确认一下 是不是你本人的意见 怎么回事 还有你得想清楚啊 你要是真辞职了的话 大野城项目代言人怎么办 不是 珍珍 你怎么说辞职就辞职啊 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 这 小少 少总监 我还是要恭喜你 我还是要恭喜你 成为咱们大野城项目的负责人 我一直都看好你的 我就知道 你不可能是窝在咱们 这个花园店这么小地方的人 是吧 那个 你看 咱们代言人都辞职不干了 要不 你也考虑考虑我 我也是拿了好几个 闭嘴行吗 我倒不粘t 我还是要害怕 个门 来不过 我还是要喝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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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最早就来买咱们 我还是要喝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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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就跟董事长提交我的辞职报告 先点点喝的吧 你喝什么 服务员 不用了 我只是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 我之前不是没跟你商量过 不是一直都没有结果吗 是 我是你的女朋友 但是你也不能替我做这么重要的决定吧 你这么做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你是不是也应该考虑考虑我的感受 这个项目对于你来说 真的这么重要吗 比我们之间的感情都要重要 我们现在当下现实需要去面对的问题 是妈妈年纪大了 身体不好 我们马上结婚之后 可能很快就会有孩子了 那这些事情都是需要我们花精力 花时间去好好安排 去好好准备的 我在外面打拼 你当坚强的后盾 这不是很完美的事情吗 在外面打拼 你也能把办法的理想 帮助到待细顺的地方 可是我都能拢空 你又没有想到他 你还能跟他有什么 你我会拍到的 你会有什么 你还能看得到他 你还能把她的意思 你还能没看得到 你还能分较 珍珍你知道 我什么事情都喜欢简单 包括感情 邵鹏城喜欢你 他毫不掩饰 所有人都知道 现在我们三个人这种关系 待在一个公司里面工作 你认为可以把 井然 这件事是我们俩之间的事 跟邵鹏城没有任何关系 还有 我希望你不要以爱的名义来操控我 对不起 今天会让你失望了 我会告诉总部的HR 辞职不是我的本意 我会见到你 从不过的几天 你不是我的本意 我会想看你 你快点知了 我会想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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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会想看你 我会想看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儿子啊 妈 我想你一个人带我 怎么听上这首曲子了 我记得当初 你小的时候学着曲得特别慢 你爸爸因为这个 还给你发过脾气 说说吧 遇到什么为难的事了 我也许就只是他少女时代的一个梦 一个梦 儿子 不管发生什么事 老爸永远站在你这边 我爱你 没说完的故事从何说 宁住了时间 温柔了曲折 心动的附和 轻轻横着 你温暖过的双手 还有余热 记忆随随思念聚散 又离合 离合了 沉默还爱着 你 你要是选择他 你都得按照他的生活轨迹去生活 这个孩子你表面上看 真书达理 其实内心赌病强势 是个属于那种 心里有书的孩子 那这点倒是向他们啊 我还是有些话想啰嗦一下 你和静燃的婚事一定得慎重 这个婚姻呢 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情 也是两个家庭结合的事情 旺有憧憬是不够的 不管将来你是当全职太太 还是当职业女性 最重要的是要开心 一边是爱情 一边是我的事业 我做不到放弃其中任何一个 我做不到放弃其中任何一个 现在如果必须要我放弃其中一个 我一定会选择做我自己 不放弃我的梦想 做真正的成真真 这怎么坏了呀 今天早上你走之后 这水管就开始漏水 我给房东把过电话了 他还没叫我人来修 我就只好先用盆接着了 所以啊 还是得赚钱买一套咱们自己的房子 带你离开这鬼地方 你想赚钱的心情我能理解 但是你也应该考虑下我的感受 我说过多少次了 我不喜欢你和骆祖尔拉扯不轻 也不喜欢你和他有什么经济往来 再说了 炒房有风险 我不想你去冒险 这么多钱 要是赔了怎么办 你是去跳楼还是卖身地债 你就这么不相信我呀 现在上海的房市这么火 人家大爷大妈都能靠炒房赚钱 我一个专业的房地产中介 我怎么就不能靠着自己的 专业能力去赚钱呢 你找骆祖尔一起炒房 靠的哪是自己的专业能力啊 说难听点 不就是拿他的钱投机吗 这说到底 你就是既不相信我的专业能力 也不相信我的人品 你更不相信你和我之间的感情 你就是成天在这儿一身一鬼的瞎想 那你既然知道我成天一身一鬼的 为什么还做那些让我不放心的事啊 我说过多少遍了 我不需要你赚多少钱 不需要你买多大的房子 一辈子的租房还不挺好的吗 只要我们两个在一起 开开心心的 平平安安的比什么都好 你觉得你跟我住在这样的小坡房子里 咱俩有什么幸福可言吗 前几天那个奥迪车主 他指着我鼻子嘛 说我是外里来的小中介 我影响了上海的交通 我当时觉得我连一只蚂蚁我都不如 房子 房子 房子能带给我归属感和尊严 我觉得我必须要买一套属于咱们俩自己的房子 现在机会就摆在我眼前了 我想去拼一把 要是我坚决不同意呢 懂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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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珍珍 你在家吗 我可以来找你吗 喜善 你怎么了 我今天专门来花园店 就是要说服你担任 大爱城这个项目的代言人 真是奇了怪了 代言人这件事 我觉得 也不知道董事长 背着晨晨真给挂了什么 迷魂台了 邵鹏城来到这个花园店以后 进步很大 这跟你一定有关系 难道你就不想 跟他一起把这个项目 做得更好吗 你也别嫉妒人家珍珍 我觉得董事长太有眼光了 珍珍心性纯良 不像某些人 心术不正 我跟你说 他这叫什么 心机缜密 你们看看 邵鹏城 被他给弄得五迷三道的 整天围着他滴溜溜地转 还有竟然这么大一才子 放弃了意大利 这么丰厚的条件不干 居然为了他跑回国工作 我愿意担任大爱城 这个项目的代言人 并且一定努力把他做好 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我是喜欢他 而且特别喜欢 但是我这次推荐他成为代言人 不是因为我喜欢他 我是真觉得他特别合适 你还别说 你这一化上妆 还挺着人带着的 别呢 就 就这样 再笑一下 我们再来一下 很好 完美 我现在有件事必须要跟你说 但是你也答应我 千万不要着急 一定要沉住气啊 怎么了 什么事 微信公众号 刚上传了一篇文章 文章的内容都是针对你的 说你什么靠男人上位 上面还写了锦先生和沐总 还有小邵 说小邵 是咱们艾宇家邵董事长的公子 没错 这件事我刚开始是顺口撒了个谎 后来我也一直没时间给你解释 但是现在这件事情不重要 重要的是现在这件事情 对于造型 你就实话实说 告诉我就好了嘛 对不起啊 怎么不让我通知你 让你立刻回店里办理暂时休假 董事长 现在不是艾宇家艺停珍珍的职 而是她要主动辞职 我之前已经代表过 向您和公司HIT交过辞职报告 请公司立即恢复 我告诉你 景仁 别老拿你自己的医院控制程珍珍 她从来没想过辞职 文成 你冷静一点 让程珍珍暂时离开公司 离开项目 不是认定她有错 而是应对危机的人手段 她现在必须要马上辞职 才能远离这堂浑水 我们会结婚 结婚之后 这一切的流言废语 就会真相打败的 别当老好人了 程珍珍本来就是清白的 不需要给你结婚 再说你以为她愿嫁给你啊 这是我跟珍珍之间的事情 你有什么权利指手画销的 还有 我希望你能起出来 你跟她不过是 普通的工作关系 希望你以后 不要再打扰我们的生活 Mнем 过去 八水